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要是主持文涛派案 说倒下来 那就壮烈 对吧 要是主持选美 心脏病发了 今天就说出去啊 所以那天我想想什么 小条又说一个 我感到很生气 你知道吗 就说我是什么名声现在 你知道吗 他说啊 英国BBC 你听到了吗 出了一个主持人 说搞了几百个女人 甚至还是那个就是说这个这个幼女啊 那种未成年的 我闻到一听说 网单了这个名声 我们要好好努力啊 好好努力啊 这还是有的 我感到非常气愤的就是 我在我们公司里到底是个什么名声 他跟几个同事 他不肯告诉谁 是吧 他跟同事说 说咱们说这个好吗 会不会引起什么联想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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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肯定要说 我说但是这个咱们那个什么 要有分寸 作为媒体啊 这个不要去乱引导什么的 我是这样说的 那这个事情肯定要说的 对 我很职业的 对 说不要引起别人不正当的一个联想 你知道我们亲爱的同事就说 联想什么 都为他吗 这是对你的最高夸奖 牡丹花吓死 作为也封联 这我哪敢跟人家学呀 直播群体 是吧 是不是讲那个人 对 就说这个人已经死了 这种这真叫遗臭万年 对吧 这个他自己也就永远也不知道 这一辈子活得挺美 是吗 但是死了 这人类历史上有这么一号 就最脏的这么一个 但是他我觉得也很难说是遗臭啊 脏啊 这些词都是后来人家 也许过一千年人类的性观念改变了 这只是一个现象 而且你要从这时 我很开放的 我只有一样事 就是我一听到这个 就你搞女人啊 成年人双方自愿 没有可说的 但是他现在在英国是什么问题呢 说是有这种未成年少女 这种你是触犯法律的吧 对 而且BBC现在好像似乎感觉 也是有嫌疑 包庇他 我不太清楚 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咱们可以看看他的这个 这个英容笑貌啊 你看这个人也算我们前辈 影容笑貌 影啊 已经成影了 哦 对对对 你看 画这两个圈 就说当时这次呢 在台上主持节目的时候 手就伸在旁边这女的裙子底下 哎 就是在直播的情况下 这好事 我从来就没想到过 其实我有看他的那个片段啊 但是他他可能在做什么 我们看不见 但是那女孩很开心的样子 很享受 真的 这就是我说的 就是心里粉 你要是双方自愿 哎 双方自愿也不对 在工作的时候这样做 你有点不敬业嘛 是吧 假公祭司 独职了就算 你看他们这么玩啊 这本身不代表什么 这个你选美的时候 也有拍这种照片啊 是吗 那个倒没什么 就这个人 我们中华小姐也不这样吧 就这个人 就这个人 他还受勋呢 他是爵士啊 他是爵士啊 最近英王史好像还在考虑 他1971年就被英女王 受一个什么勋爵 然后是90年91年啊 还什么罗马主教 又给他受一个歧视 你看他经常就是不爱穿衣服 在家里 这点跟我倒像 对了 这个你我跟你说 就时代过去了 男女不一样了 这是最新的BBC的 一个很悲剧的事件 这名男性记者呀 因为不堪BBC女同事的性骚扰 愤而自杀 哪有这种事情 就这几天的新闻 这么好的事情 这怎么没人来骚扰我们 这没人来骚扰我们 当然他这个事情啊 我当时知道之后 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因为他是个成年人啊 50来岁吧 我们也是成年人 我在想他是不是同性恋 他自己不知道 所以说他是不堪这个女性的 这个所谓的骚扰 如果一个正常的 我觉得至少能够心智 你的意思说 假如我们是异性恋的 我们有一个男性 一直在骚扰 追求我们 我们就会受不了自杀 当然这个足够脆弱的时候 有这个可能 小天你说说 对这是你们国家的 不是你留学的 你留学的国家的 对吗 这个事为什么在全世界 现在闹得这么大呢 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多方面的啊 那咱们从这个 最正的一个方面来理解 这个Jimmy Saville 他呢是之前是非常有名 尤其在英国 而且呢是英国BBC 对吧 那他这个事情 他是报什么节目的 他是做 他是做那个 你知道现在我们不是很多流行音乐排行榜吗 那创开创这个栏目的 实际上是BBC 而且是在1964年 那这个节目开创以后 他叫什么Top of the Pope 那当时是整个在这个一个大厅里边 Disco大厅里边啊 他们又唱又跳 然后开始公布啊 这个星期 这个流行音乐排行榜 然后他呢就是 他是DJ家主持人啊 然后所以说是很宏大的 而且他也真的是很有天才 这个这个口若悬河 妙语连珠等等 然后唱得好 跳得好啊 他就可以做 那是1964年他就开始了 然后那个时候啊 他也就是在台上啊 就有很多小动作 其实现在大家翻出来啊 能够看到很多 那那个时候开始一炮走红 然后整整做了四十多年 但那时候的小动作并没有引起 当时很多人投诉啊 没有 就是说为什么 甚至是他的一个艺术的风格 对对对 为什么没有人投诉 一个就是那个时候的意识 很多其实他那个时候骚扰 喜欢的就是小女孩 小女孩不知道 骚扰是一个概念 在很多情况下 你不现在都看出来吗 有很多明星来了 很多女的跑上去 就要想问他吗 对不对 那是他骚扰明星啊 对 那就说明在某一种情况下 那是欢乐的 对不对 他够不成骚扰 他在当时他也不是骚扰 对不对 我想起一件事了 你说这个有道理 这个性骚扰啊 也是个文化 就是美国现在经常获奖的一部电视剧集 叫广告狂人 是不是叫 就那个 这部电视剧 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 你们看呢 你们就应该能够理解 就是这部电视剧 尤其是在开始的部分呢 刻意就表现了 在60年代的时候 实际上美国公司啊 那种文化 你是大男子主义还是什么 就是说 那个时候 男人们在办公室里叼着雪茄 随手在女人屁股上 啪打一巴掌 或者拧一下 你看这电视剧呈现出来的 就是当时的一种社会风气 社会 而且女人似乎呢 也不说什么 你不要 直到今天来说 要不说法国人 你说一方面来说 说她是很浪漫 很开放 甚至就是说 法国的有些女人 法国人都会觉得像 那个卡恩 就是给那说是什么 对 那个 很不羁的 对 IMF 当时这个法国人不就是说 说你们太大惊小怪了 我们法国人觉得一个男人 没点这个风流运势 他就是没有能力 法国他们两年前有一个 这个女作家写了一篇这个文章 这个是备受追捧 他就说男人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动物 就是他在外边有女朋友 完全不影响他回家以后 对妻子好 对 然后这个啊 法国各界人士 被欢迎 男的女的都是 你说的很好 所以我就说 他喜欢法国的 你也可以说喜欢 但是呢 我说这个里面啊 有些微妙的这个差别 一方面法国人这么说啊 但是另一方面呢 法国至少一部分妇女 实际上也会有啊 类似于遭受到性骚扰的感觉 法国是女权运动的发源之一 只不过呢 他们的这种社会文化 社会风习呢 对这种东西啊 忍耐度比较高 比如说啊 法国一男孩子 在大街上就这么一追一女的 就追半天 但是这是他们一种 拉丁范儿的这种民族啊 觉得哎呀就是这样 包括他们的女人也会觉得 男人见了你面啊 甜言蜜语几句干什么 也就是这么一个社会 也就是这么一个 我觉得这个呀 可是同样的情况 如果是在香港 香港比如咱公司女同事 或者是美国一女公司女同事 马上就投诉你了 甚至就告 美国是最集中的 把男女之间的关系 变成一种政治斗争 这个是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他那个当初 是一个女的大学的教授 控告一个法官 一个黑人的最高法官 说他二十多年前 曾经在办公室 跟他讲过一句下流话 在法庭作证 我那时候人在美国 整天啊 一天多少个小时的 正常节目中断 就是转播法庭上的这个 然后他就 exactly这句话就讲出来 一点都非常非常严肃 就美国就后来变成政治斗争 这个跟时代有关 跟地域有关 我甚至想起你知道二战结束的时候 在纽约街头庆祝 有一张最有名的话 记得吧 就是水冰 抱着那个 他是不认识的 这个女的跟这个男的 是不认识的 是街上这样亲吻 后来很多人跑出来说 我就是那个女的 我就是那个女的 那个女的出来好几个 对不对 他是不认识的话 没听说这是心骚扰 不是 这心骚扰很重要的标准是 这个这个女方 他没有 对 我觉得啊 刚才涛哥讲的那一系列啊 这个我们法国的这种 社会现状啊什么的 我会认为 这个一个国家 他在这个男女方面的 开放程度 实际上 这跟这个国家和社会 他的这个经济文化法治 他的发达程度啊 是成正比的 因为单方面的开放 他是开放不起来的 那就是耍流氓 如果只有男的开放 女的保守 那女的怎么可以开放 那就要所有的这个社会网络 足够的健全 让他有这个安全感 感到足够的舒服 而且没有那些什么 世俗的眼光 来评价他 他就可以放开了玩意 你说的很对 跟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关系 但又不完全是 比方说大家经济都很发展的 德国 他受新教的影响 他就比较保守 英国 德国 意大利 摸屁股民族 就男的 他们开放就要摸屁股 我认识个瑞士的朋友 他就是说 你去意大利啊 你要是有这个思想准备 男的就来拍你一下 在德国那边 英国那边不是 但是他还喜欢去意大利 你不要说意大利 你想想那个埃及 好像女记者上去采访 那手就摸过去了 那是另外一回 香香三任性广告 之后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烫幸福 日历黑得起 传厂千年酿造工艺 历经天宝洞藏 红花国色 将相典范 红花郎 咱们还可以看看咱们中国报纸上 最近登出一个明星的照片 我觉得咱们中国人真的还是什么都敢弄 你看是谁 就是乔治鲁尼亚教授 虫草人参海狗丸研制者 国际性升职学会名义主席 你看乔治克鲁尼 这是瞎编的是吧 但是他用的是乔治克鲁尼的照片 那应该可以告他 但是乔治克鲁尼不知道 我最爱中国人 乔治克鲁尼是每次奥斯卡换个女朋友 但是也没研究什么海狗 他现在很胖了都不好看了 是吧 咱们所以魂不立 所以你看这也是中国的这种文化 就刚才咱们讲到这个男女方面 你看要讲中国文化 最近有一篇报纸上登一个 就老外 一个老外 现在网络有个语言叫什么吐槽的 老外娶了中国老婆 吐槽就是抱怨是吧 那原方是什么意思呢 那不是那敌人节里边的吗 什么原方 这事你怎么看 因为那电影我没看 原方就是碰到什么问题 就是原方你怎么看 就是一记开玩笑的问 但是哪这个语言 电影里的 只是一个连续剧是吧 那个电影还是什么 应该可能是电影 对 我昨天看着看着网络语言 还有屌丝 对 屌丝 等于娶了他全家 不到半年 他爹 他妈 他二姐 他二姐的孩子就排着队全来了 我好端端的一个美国家庭 一眨眼功夫就被中国人占领了 我们家十几代从没见过一个圆顶炒锅 得 现在我们家厨房里有两个 打开抽屉 除了三副刀叉 全是筷子 折磨的我呀 目前都会用筷子加花生豆了 这老外写的 然后说再也没有隐私了 说一旦中国人占领你家 你就别想有隐私了 某天我正坐在马桶上方便 老岳父一推门就进来了 一边洗手 一边跟我练英文 How are you And you 我有时在书房沙发上看书 睡着了 老岳母就像猫一样摸到我身边 往我腿上扔一条被子 然后在我腿上拍一遍 好几次都拍错了地方 他说在我自己家里 不论我走到哪 都发现老岳父或者老岳母 他们总是跟着我 我前边走 他们就在我后边关灯 基本上我走过的地方 身后都一片黑暗 这真是咱们 好生动 中国字 说咱写得很好 是吧 很真实 很真实 是吧 然后呢 这个中国人什么都敢吃 我一般爱吃他们做的所有东西 就是别告诉我吃的是什么 说中国人爱吃肉 这我能理解 可是鸡爪子 鸭嘴 猪耳朵上 有肉吗 我太太他们全家吃起来没够 我看着都惊呆了 然后这个 你要是赶上一个爱煲汤 或者熬中药的太太 那就等着邻居报警吧 我们家都来了三回警察了 邻居叫来的 说方圆几里地 有化学武器的味道 他写的很有意思 是不是 他幽默 他生活的地方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 美国 肯定是美国 零费 七大姑八大姨就全来了 不是这个一看 典型的就是美国人写的 我觉得首先就是什么 如果欧洲的国家那些人 应该是还没有那么刻薄的 尖算刻薄这个人真是 而且这个自我意识非常的强 那你肯定的嘛 你取了他就取了他一家 我觉得如果是换做什么 中东那边的人 包括俄罗斯人 他们是能够接受中国这样的文化的 尤其是中东人 他们的这个家庭意识 甚至比中国还强呢 还是追你的时候都会跟你说 我要取了你的话 你的爸爸妈妈 我怎么照顾什么的 比中国人说的还要早 他们也会有这种思想 还有以色列人 就犹太人 还有意大利人 意大利人家族观念也非常强的 不过总体来说 是中国的文化是以家为核心 这个这个是 美国人这出了名的 美国在一个一个一个小镇 这个一个地方 如果哪里 中国人就是这个中国菜的味道 化学无学的味道 所以他们看到那个中国菜的味道 是是是有点有点这个的 但中国人很久不吃中国菜不行啊 对不对 还是要吃中国菜 所以这个open kitchen啊 在他们那边办的 那就有很大的问题了 对对 但是你像有个 我觉得有个中国女的叫什么呢 杨尔赤纳姆 她曾经说过 她说你要真嫁给一外国人 她说你中国人也很不习惯 她说我晚上打开冰箱找一桃 我都得分清楚 这桃是我岳母的还是我的 你知道吗 就外国人就是 这桃是她岳母的 还是她的 外国人 你真的 我们那个朋友 就像那个 我们那个倚天 不是嫁给这个外国法国的那个人吗 就是你想 她的公共婆婆 星期天到他们来看啊 开冰箱啊 拿一瓶啤酒 倒问一下 哎 我可以喝你们的啤酒吗 他就是外国人 就是这种 我人是一个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我的现在 世界的未来 每座城市 从清晨到夜晚 都有他们忙碌的身影 和心情的付出 相信每一个小微的力量 中国民生银行 助力小微企业发展 选择节能 选择安全 热水器升级换代 我选领导品牌 美的空气能热水机 夜入国家节能惠民工程 空气能选美的 还有一个 我觉得写的 也我都很有体会 说别跟中国太太吵架 中国太太最可怕的是 他们的记忆力 一点小事得罪她 她就开始回忆十年以前 一模一样的某件事 如果得罪美国太太 大不了说句 sorry 你要是和中国太太说 我错了 她马上问你 错哪了 中国太太天生 有一种改造男人的使命 她不但要改造你 更想占有和支配你的全部时间 怪不得中国出不了 哥伦布那样的航海家 因为你还没出海 太太就问了 到哪去 跟谁去 船上有女的吗 多大年纪 长什么样 有我漂亮吗 怎么认识的 男人只好说 得我不去了 她这个说的是 一类中国女人 我相信是这样 我也不是 我不知道我自己是哪一类 但我觉得很多 这个比较传统的一些中国女性 如果说跟这种比较典型的 我们说美国的女性 比起来的话 真的有一种 就是放不开 她因为放不开 所以想改造 你要换一个 真的是想得开的 改不了换一个 不过大部分 勇敢的嫁给外国人的 中国女性 都是事先先自己改造 而且先已经 向往了西方文明 个性独立 性爱至上等等 才跟外国人结婚的 我认识过一个演员 跟一个美国人结婚 那个美国人 又有钱 长得也很帅 不会说中文 结果发生一个问题了 她的女的父母亲 从中国跑到美国来看她了 然后那个 那个丈夫啊 帮他们找了个旅馆 她家里非常大 泳池客房 都很多 我们去 她都让我们 招待我们住客房 可是她 可能就为了避免 刚才这样的情况 帮母娘 一六关灯 身后一片黑暗 所以就给她安排了个 很好的五星级酒店 可女儿就很伤心 就就就就受不了 她说我 我住那么远 爸爸妈妈这么远 像爸爸妈妈跑到美国来住 而且限定好的时间 就是说 就是旅馆啊 那就多少时间 比方说两个星期 三个星期 比方说你觉得不够 那就四个星期 但是反正是 最后他们还是分开 我所见到的这个 这个两个民族的婚姻 分开的十字八九 对分开的十字 我见到的也是分开的 比好好的多 我就知道一个女孩 也是我以前的一个同事 她嫁给一个英国的 一个男人 后来他们就是住在英国 那么所以说 她这个父母的话 就是南方的父母在英国 那他们每个周末 如果说想去 那个父母的家的话 一定要提前写邮件 说亲爱的爸爸妈妈 我们这个星期六 想来看你们 他们就回复 可以两点到四点 你们来 我们四点 要接见你们的姐姐 什么的 就是这样 那中国人的概念里边 亲人非常重要 你爱人 也首先是要亲人 他们把亲人 跟爱人分得比较开 爱人比亲人更重要 所以这个在我们 这个概念里 但是你觉得 就是说 这个外国人 他们凄凉吗 不凄凉啊 他也不觉得凄凉 他忙得很 咱们是觉得 我觉得这个什么 你要追溯的话 人家这个圣经里边 就讲了 这个社会单元的 最基本的元素 是看破 像这个亚当夏娃一样 对吧 说得好 你像这个 对 你像那个中国的话 那就是这个血脉相承 对 那是父母与子女 对 对对对 我们就开始 你看我们这个翻译很有意思 我们把佛教 道教都叫是 关于佛的教 可是我们宗教是什么 我们范层就是 关于祖宗的教 对 中国是有迷信 没宗教 对对对 中国就是祖宗教 祖宗教 所以家人是第一的 我最近重读历史书 我发现妙的不得了 四大古老的民族 分别支撑四个现代的 最主要的支柱 比方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伊拉克那边 那个巴比伦吧 留下的是法 就那个汉摩 法典 那个王权是在埃及 印度是这个宗教 中国就是家庭 而且唯有中国文化 是一直传到经历 我年轻的时候 我很反叛 我年轻的时候 很反叛 我觉得这个父母 家庭这个很烦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好也是他